哈喽啊,大家好啊,2024年10月25号了,这一慌眼,10月份都要过去了,这一年就剩俩月了,真快啊 还是先从法国说起,法国总统马克龙昨天又发表了一番讲话 说为了维护法国和黎巴嫩长期以来的友好关系 我们选择尽职尽责的支持黎巴嫩人民,他们需要国际社会的大力援助 为什么先说他,就是跟大家再重复讲一下老王眼睛里的婊子是什么样的 你看中国政府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结果呢,支持的是谁,支持的是哈马斯 那么法国总统马克龙呢,支持黎巴嫩人民,他支持的是黎巴嫩真主党 是人民吗?不可能 是吧,这群小婊子永远是啊,站在道德的高地上,高举着人民的大旗 或者可以说,只要是喜欢举着人民旗号的,就没有一个好字 他的政策,他的决策,那绝对和人民到他娘的没有一毛钱关系 是吧,更何况,哎呀,如今的联合国 我之前的判断都觉得应该改改了,不是只有中国俄国很操蛋 这法国和中国俄国得画到一个等号上 甚至啊,老王都觉得应该给联合国指个方向了 指啥方向啊,联合国武偿重组一下得了 把那个万恶的美帝啊,操蛋的英国全赶出联合国 剥夺他们常任理事国的资格,然后呢,你看 这是一个国际的组织啊,你最起码的 得有一个伊斯兰的代表吧 你没有伊斯兰的代表怎样展示 包容和多样呢,所以我觉得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把美国英国赶出去之后 就应该把伊朗抢回来 让伊朗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那么另外一个席位呢,你看 哎呀,这非洲是不是没有代表呢 这也体现不出来包容和多样啊 你五大常任理事国啊,有中国代表黄色的 有俄罗斯代表欧洲,哎呀,法国也算了 法国也踢出去得了,是吧 多他不多,少他不少,一废物 为啥说他是废物,他骑墙磨蛋呢 你要么就跟中俄,伊朗彻底混在一起 要么就和美英彻底混在一起,是吧 你骑在墙上,留你干嘛呀 赶出去得了,是吧 哎,中国黄种人代表 俄罗斯白种人代表 伊朗,伊斯兰的代表 然后再去什么,钢比亚,赞比亚,钢果,布拉,财维尔 翻一个,找一个国家,担任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再之后,那美洲也得有个代表啊 美洲代表选谁呢,我觉得别人都不行 像美国,加拿大,这不行,必须南美找一个 找谁呀,委内瑞拉呀,马杜罗呀 你看看马杜罗也跑去参加金砖会议了 跟联合国的秘书长古特雷斯 握手,拍照,是吧 共进晚餐,相谈甚欢 所以他是有资格的 更何况今年唯一一个大规模的屠杀人民的 向人民开枪的 全世界范围之内 不就只有他一个马杜罗吗 他要是没资格担起这个世界的重任 成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那谁有资格呀 是吧,你看新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 老王这一编排多好 中国,亚洲代表,俄国,欧洲代表,白人代表 然后啊,刚比亚,赞比亚 或者刚果布拉财威尔找一个总统 黑人代表 然后马杜罗,美洲代表 是不是这个世界就全了 联合国常任理事国这五家 就体现出包容和多样了呢 这个世界的正义 这个世界的道义 这个世界的秩序 就由他们几个来决定吧 人类的命运 也就实现了共同体了 是吧 人类命运共同体都实现了 那个时候 那不光是中国人民的好日子来了 全世界人民的好日子都来了 是不是啊 不然 现在还有太多的人啊 给老王留言 老王,你又误会联合国了 我误会他们 没有一点都没有 联合国误会我了 你们也误会我了 你看看老王新安排的这五大常任理事国 是不是特别有代表性啊 是不是体现了你们想体现的一切东西啊 是吧 人类命运共同体我都给你们安排好了 还差啥呀 是不是啊 这叫啥 这是老王给大伙展示一下 营销的能力 策划的能力 因为经常有朋友留言 特别是每次一聊到台湾问题的时候 总会有那么一部分人留言 老王提点建设性意见呢 光吐槽光喷有什么意义呢 哎呀你看老王的水平啊 能力啊 是可以把联合国都安排的明明白半的 能把这个世界的方向重新指一下的 一个小小的台湾建设性意见 那有的是给钱吗 对吧 不给钱我白给你们做呀 联合国这个我可以免费给他们送一个方案 那台湾这呢 其实也可以 你要说是真正的去思考台湾未来的走向 之前老王也聊过几次了 也有几个所谓的建设性方案 但是呢 我又跟台湾的政客呀 议员啊 国会呀 没有任何的联系 怎么办 我也只能在这儿说说 剩下的呢 就希望有台湾的朋友可以啊 提点意见 可以把这个老王的建设性意见 当做一个建议提给台湾当局 比如说之前聊的 关于加强英文教育的事 这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建设性意见 甚至呢 在谈及规划的时候 谈及决策的时候 都不要提什么两岸关系呀 独不独立 什么都不提 单纯的就聊与国际接轨呀 国际化呀 聊这就可以了 旗号非常的鲜明啊 为了让台湾与国际接轨啊 更加的国际化 那么就强制性的给孩子啊 从小学甚至幼儿园就开始普及英文教育 加强英文教育 同时呢 政府的官方文件 因为中文有一个不完全表意的特性 所以咱们就把官方的文件 合约合同跟法律有关的 跟契约有关的文件 全部改成英文 这个事儿算不算是建设性意见 那么未来的影响呢 都不需要太长的时间 五年时间 足够一代孩子 从啥也不懂到英文精通了 够了 明白吧 台湾的未来就看得非常清楚了 什么未来呀 新加坡呀 人家官方用语是英文啊 这有的是借鉴的经验啊 台湾为什么不做一下呢 更何况 为什么一边普及英文教育 同时政府还要把官方文件换成英文呢 这是相辅相成的 官方文件一旦确定了使用英文版 那么台湾英文掌握的越熟悉的人 他的就业范畴就会越广 可以找到更多的高薪的工作 是吧 就会反推这些家长 这些成年人 去加强自己儿女的英文教育 对这种政府推行的英文教育就不会有敌处情绪 是吧 这就是做决策 或者做一个策划 你应该考虑的 前端后端都要考虑 然后一个很长远的目标 不要说出来 你站着就说为了台湾独立 为了去中国化 为了摧毁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要普及英文教育 完了 你这个所谓的提案 都过不了你们的议会 都过不了你们的立法院 是吧 直接韩国语 帕斯 帕斯 谁他娘的说英文 我就发个谁落幕 对吧 这就是玩策划 一个玩法 怎么样 这个意见算不算是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大家觉得这一个建设性的意见 或者这一个策划方案 能值多少钱呢 当然老王只是说了第一步 这是相当于商业计划书的第一 翻开了 大概给你讲讲我的框架是什么 大概的理念是什么 之后第一步怎么实施 第二步怎么实施 这都是需要一步一步细化的 当然后面的事老王就不管了 我只提一个刚领性的东西 只是指一个方向 就行了 剩下的事 我希望台湾的朋友们可以慎重考虑 这是一个 我觉得啊 真的是功在当代 力在千秋的事 是对台湾整个未来有极大帮助和助力的事 甚至可以说这是必须要走的一步 因为台湾目前没有什么能破局的 咱说之前夸赖清德 或者咱们调侃啊 说赖清德说了领土完整 你跟俄罗斯要去啊 你们的祖国75岁 我们这113岁了 这些他不是破局 明白吧 尽管咱们说给赖清德扣上一个比较宽大叙事的帽子 那说是赖清德解构了当局中共的一些逻辑上的问题 是吧 但是他不是破局 真正的破局是要有底运有真东西的啊 你说一个台积电算破局吗 那不算台积电只是摆在那了 而已他破不了政治的格局也解决不了两岸的问题 真正想解决的就是让更多的台湾人知道英文是真好啊 少看中文的媒体 少看中文的资讯 时间长了 慢慢的他们就脱离了跟中国跟中华跟华夏之间的联系 明白了吗 哎 这就是你要是做一个策划 你从头到尾所有的方案 你一定要想的非常之长远 但是说的时候呢 哎 就是让小朋友多学点英文 以后好就业 以后可以考国际上那些知名的啊 学校 以后可以找到特别赚钱的工作 是吧 英文越好 收入越高 英文越好 你的路子越宽 英文越好 你的 其他的都不重要 其实这些都不重要 明白吧 这些都是表象 这些是政府跟人民说的 因为只要是你做一个策划 你不把最后真实的那个目的藏起来 你得谁跟谁说 这事就干不成 或者呢 你就没意义了 反而是你就说一部分 跟员工说的事 跟公司开会的这些中层领导们 说的事 和你最后要达到的目的之间 没任何联系 我就想多挣点钱 但是呢 要拍着肩膀 小伙子好好干 年底啊 哥给你娶个嫂子 明白了 或者呢 中国的公司最爱聊的就是家人们 要以公司为家 要有集体荣誉感 为什么聊这个呀 那只要是跟你聊这个 什么POA都扯鸡巴蛋 那就是老板让你多加班 又不想多给钱 多简单啊 明白了吧 这是小例子 你把它放的越长 你的策划就越成功 你的策划就越牛逼 越值钱 值钱就值钱到这了 最后再跟大伙说个好玩的 和香港人民说一个 昨天香港工业局局长孙东 发布了一个最新的决策 这个决策就是 从12月1号开始 政府办公电脑将禁止使用 Whatch App Gmail 以及谷歌云谷歌应用 怎么样 是不是就应了老王两年前 跟你们说的那个话了 香港的老乡们 你们该补课了 慢慢的所有的课 都会给你们补一遍的 千万不要着急 党国搞这一套 那是有着非常深远的考虑的 那就是温随煮青蛙 一点一点的来 让你们不知不觉的 就喜迎了土改 喜迎了文革 喜迎了严打 喜迎闭关锁国 以及喜迎新时代 做好中国梦 明白了吗 所以趁着现在还能跑啊 赶紧的 赶紧的 一步一步的 啥都会来的 真的呀 我都替你们着急 特别是你们香港护照 香港护籍 那去台湾 去欧洲 去美国 去东南亚 任何一个国家 想拿个永居 甚至想换个国籍 比我可方便太多了 也便宜太多了 有这么大的便利条件 干嘛呀 死守着那一摊死水 没有任何机会的 老乡们 不用再想了 如今的国际社会 都这个婊子样了 哎呀 还想着靠自己 能怎么样 你手里有啥呀 香港的老乡们 是吧 除了一个肉嗓子 一个拳头之外 就剩一副牙口了 现在还敢在香港 组织个游行 组织个抗议 那不就是 头敲碎 腿消舌 累把事 大骨折磨 是吧 现在抓人 不需要理由 不需要什么检察院 也不需要证据 张嘴给你个罪名 寻衅滋事 理通外国 涉嫌泄密 你是间谍 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 您看看这几个罪名 哪一个罪名 不都得是让你们自证清白呀 你们能证明自己 没有理通外国吗 没有寻衅滋事吗 没有想要 哎 想要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吗 想也不行 你说你只是想想 别人不知道 也没说出来 也没做出来 我觉得你心里就是那么想的 这就可以给你定罪了 判你个十年二十年的 是吧 所以呢 趁着现在啊 就是有些结论 可能我两年前就看到了 但是大多数的香港朋友还觉得还有机会 还有一个侥幸的心理 但是随着国安法落地 胡乱抓人一点一点的往前走 包括网络商业金融银行各种限制 那么到现在 那么到现在你们还看不清 还抱着一个幻想还抱着侥幸 是吧 赶紧的 赶紧的吧 我觉得台湾挺好的 上次我去台湾人家说的特别明白 大陆护照不行 要是港澳护照嘛 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凭什么你们就可以有这么多的便利 凭什么你们的护照就好使 我觉得中国大陆的官员们 甚至国台办的官员们 都是这么想的 凭什么呀 是吧 凭什么你们台湾的护照 哪个国家都能去 凭什么你们台湾人想去哪去哪 凭什么你们台湾人 哎呀 享受的社保医保 比我们政科级以上的领导干部 不是人民公仆还要好啊 凭什么呀 是吧 不公平 不公平 弯弯 回家吧 享受跟大陆同胞同等的待遇 不同意的请举手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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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 公权党乱罪 文明观影 严禁喧哗 这个